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ok仔 跟大家看看中国猛料 有什么猛料 现在跟大家看看第一宗 想不到这件事 很厉害 房地产爆雷 金融爆雷 爆煲 想不到喝茶的茶也爆煲 在广州的大品牌 涉的金额非常大 很夸张 这一宗炒窿茶叶 怎么办呢? 有很多人出来抗议 追讨那些钱 这一宗真是选手难却 另外 不用了吧 这位保安员 保安员持刀杀死外卖员 为什么呢? 保安员持刀的吗? 不是吧? 他不是持刀的 因什么解救呢? 这位外卖员很可憐 说到刚刚入职第五天 不知道是不是之前那份工作 没有东西被人炒鱼 转做外卖 遇到这样的事 另外也会和大家看看内地 有一位很出名的 医生 被誉为抗外脂病第一人 因为吹哨者 令到中国避免 受到外脂病的大型感染 他近日都离开了 我们会和大家一起看看 关于他的消息 请大家支持一下 先说第一宗消息 关于香港现在的天气 吓死你了 昨天说 最高不知哪个区 三十几度 十二月了 三十几度 真是恐怖 这种极端的天气 也在侵袭内地 非常冷 我们很热 他们很冷 冷得如何呢? 下大雪了 下星期天文台说 香港就会立即温度急剧下降 去到十四度 或者再低一点 不拭目以待 只能这么说 之前又吹得这么冷 也不觉得冷 有人就说 那就是我 尽管来吧 看来不是很冷 但是内地我看到就觉得很舒服 为什么呢? 因为下雪了 但是下雪不是一件好事 有人喜欢玩雪 但是对一些私家车 司机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情况 因为有网民拍片说 在当地晚上8点多 在山西二广高速公路 受到大雪影响 发生了四十几部车连环伤壮事故 还要导致有人死亡 有人受伤 由于路面积雪挺厉害的 所以导致路面湿滑 炒得这么严重 四十几部车连环伤壮 另外有一部柴油的混油车 轻微泄漏 幸好没有发生这些大型的事件 例如泄漏大型成冠 全部倒掉了 环境污染 柴油就很难爆炸 不是汽油 汽油就容易一些 柴油就难一些 但是这件事故也造成一死六伤 也挺严重的 现在内地下大雪了 很多地方都 但是唯独是广东 广东 广东 广州 将来就会率先冰 香港就没那么快 看看到时候是否真的这么冰 另外 说到北京天津山东 也落雪了 说到连故宫 都披上了 一件新的衣服 白蒙蒙的顶 也挺漂亮的 有人说好像仙景那样 这张照片引起大家都算拍烂手掌 受到大雪的影响 很多地方都减速行驶 说到铁路 现在北方又下雪 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感受到北风 接下来和大家看看这位外卖员 刚刚入职 为什么会和保安员震撑 甚至乎被保安插死 这位保安究竟你是杀人犯 还是什么 你不是随暴安良 还是这位外卖员搞事 近日有一个新闻说 清土一个外卖员开电单车 那些骑车 进入社区的时候 跟保安员发生口果 介意被连统几刀 这件事件图文并贸片 也有 有网民爆料 这件事件在山东青岛里仓区 一个中海国际一里城社区门口 话说有一个外卖员想着开车到社区送餐 谁知道保安说不必 于是两方就发生口角 谁不知外卖员被插了几刀 他说出刀子 就是这样 保安员有刀子 现在每个人都在身上 有刀子 大也好 小也好 你以为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关二哥 不一定是关公 打八刀 不是的 刀子都要你命 现在真的要小心 不要跟别人吵 忍一时之气 真的要保你命 这件事件连内地媒体都向地区证实了 警方已经加入了调查 后来这位保安员被民警当场捉了 而这位外卖员送到医院 经过抢救无效死亡 这位外卖员听他的同行说 他好像做了五天 一名新人 可能不知道社区就不允许 开这些电车进去送餐 有时候也是 内地有很多位置上都写得明白 那些车 不是只是外卖 那些电瓶车 电锤也好 什么都好 电样也好 那些是不允许的 那些是人行 那些真是行人专用区 你进去就只会被人罵 可能他们真的不懂 但是不懂不要緊 不用死 真的出刀仔这些东西很阴拾 也有点过火 不是 直接过火 杀了人 他如果出刀仔就过火 他杀了人就很离谱 怎样做保安 你说这些什么 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情况 杀人 口角也不用杀人 另外 也跟大家看看 中国公安再度公开通知 十名 缅北电骗犯罪集团的头目 继续在 即是叫圆红 说到超过五十万 继续 因为不要让他停 因为说到在缅北的网络诈骗 犯罪继续是很严峻的 首先 最初就叫做 某几个头目 公开通緝 现在再发布公开的完赏令 通緝犯罪包括以白所成 魏怀人 刘正祥为首的三个家族犯罪集团 和徐老法为首的犯罪集团 一共十个人 报道指出 由于在缅北的果敢 这个地方 多个家族 是犯罪集团 大肆组织 开设这些犯罪斗 所以中国方面也要努力 想办法把他们捉住 现在由于作恶多端 所以要继续圆红 把多些钱放出来 看看想办法是否可以捉住 公安机关 希望这几位嫌疑人 就是刚才说的几位 认清形势 圆崖立马 主动投案自首 争取宽大处理 亦希望各界人士 积极举报 提出 如果能提供有效线索 或者协助 捉捕他的人士 有五十万 畢竟他们都很大家族 我踢你出来有五十万 那我踢不踢你出来 反过来有人就说 那你要是骑陆我 你猜他会否骑陆你 不会的 杀了你 真厉害 你骑陆我 我杀了你便连一元也不用 没人知道 傻子 但这些都会 总会有人删他出来 偷偷地删他出来 也不奇怪 始终这些犯罪集团 真的要努力去打击 打击也有 真的很厉害 很夸张 另外也跟大家看看 这一位 被誉为吹哨者 亦是中国民间抗外滋病的第一人 这位姓高 叫高耀杰的女医生 在外媒报道 原来他在纽约家里离世 曾经被誉为中国民间抗外滋病第一人 这位中国医生 高耀杰在日前 纽约家里离世 享年95岁 为什么引起大家的相关报道 甚至乎关注我们看看他的背景 原来 高耀杰是揭露河南省农村90年代 因为不规范彩血导致 爱滋病蔓延的吹哨人 成功令到这件事件受到大家重视 避免更大灾难的蔓延 幸好他 说了出来 及时 折倒的源头 如果不是 分分钟 一个非常不堪设想的后果 你想想 各省各市蔓延了爱滋病 到时候会不会 在那个年代 如果不是他的出现 有一半人 有一半国家的人 感染了爱滋病 这个真是 幸好 亦非常感谢他 我们看看他的资料 原来 高耀杰在1954年 从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 成为苦产科医生 但在文革期间 因为他出生不好 被批斗 嘔打 身体严重受损 一度被视杀 幸好鄰舍救了他 到了文革结束之后 这位高医生 被调派到河南省中医学院 低屋附属医院工作 他把工作的重点 转移到女性癌症治疗方面的处理 多年之后 他更加接收了一些治疗 惡性滋养细胞肿瘤病人 500多例 治愈率90%以上 后来在90年代 已经退休了 他退休 在90年代已经退休了 很久之前 但他退休后 因为有一次机会 接触到一位爱滋病患者 在1996年 他被邀请参加一次回诊 在过程中 高医生就发现了 这位女病人患有爱滋病 但这位女病人的家人 就没有 没有爱滋病毒 这位女士有 但你们身边的家人也没有 为什么这么奇怪 平时这么亲密的人接触 应该有很大机会 会中到爱滋病 但竟然没有 于是这位高医生 突然找到一个位置上的问题 于是继续追查下去 他很惊讶地发现到 原来这个女病人 之所以患有爱滋 是因为她手术后接受了输血 而医院里面 那包血是感染 有爱滋病毒的 哇 糟糕了 当时可能没有回忆 高医生认为 如果在医院里面的血腹受到感染 一定是大 糟糕了 于是就开始追查病员和医院的血腹 为什么有爱滋病 这是真相 经过她去各个农村 移诊调查之后 发现到在河南 这个血章经济 血章经济 是导致爱滋病 扩散的罪灰和首 血章经济是什么呢 就是在90年代 因为血制品 在国内属于稀有的产品 那时候在河南 内地的省份 开始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 又兴建了血液制成品生产企业 这些企业鼓励当地的农民 卖血之呼 这些真的是卖血了 换钱 说到当时河南 農民每年收入 大概是1000元人民币 每年 但是买一次血 就有80元的营养费 所以大家以为卖血是最快 最直接赚钱的方式 所以河南更出现了 当时卖血村 整条村都卖血维生 但是始终很简陋 这种彩血站 当时卫生和安全意识 只是很贫乏 又为了省成本 所以抽血的时候 没有做病毒测试 很简单 总之抽血章 不同类型的血 混在一起 再用离心机提取血章 再混入红血球 生理盐水 然后打进去 卖血的人 预防贫血 就是这种方法 令外资病毒在卖血者群体里 快速传播 甚至乎 医院的血腹就出现了感染病毒 这个事件 当时非常严重 后来高医生发现了和害之后 立刻通知了河南省的有关官员 但是当时说到地方官员打算掩饰事件 后来高医生决定把这件事公开 不但揭发了血章经济 导致河南出现了很多爱资村 还更加给钱印 预防爱资资料和书籍 去帮助和援助一些感染了爱资的孤儿和人士 这件事件 他的坚持得到外界的肯定 更加得到很多奖 更加在2003年央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当中 得到这个奖项 也在2007年世界妇女权力组织生命之音 颁发了全球女性领袖奖 所以他曾经在内地 真是多得他 踢了这件事出来 没有令整件事越来越严重 否则真的会很严重 接着说说广州 出事 茶叶也出事 为什么弄成这样 房子也说爆雷 金融物也说爆雷 现在连茶叶也爆雷 不是吧 什么都搞不定 全部拿不回 在广东省 广州方村 一个茶叶新品牌 近日爆煲 这间公司承诺高于入手价 去回收 引导 有道茶参投资 很多东西都变成杠杆 高杠杆 糟糕了 糟了 高杠杆有高风险 但是你说到 是不是有回报 你现在连回报 一元都没有 还没开播 都已经糟糕了 道资都有五百多家茶商家 买茶的商家 受骗 现在涉及 五亿元人民币 只玩茶叶也玩到这么多钱 你真是多疯狂 现在有大量的茶商 在这间涉事的品牌门口外 大叫退钱 为什么会这样 原来涉事这间品牌 叫做广州市 窗细茶茶叶公司 在今年九月 三个月前 这茶叶市场 宣传品牌 存在巨大升值空间 引起大家投资 细枪茶 先推出四款茶叶产品 没有用书面约定的回收价 去吸引茶双参与 两个月内 将产品的单价 这是茶叶的交易单位 由三万元炒到七万元 后来用高价推出第五款产品 用五万元的单价 用五万元的单价 有茶双 用五万元单价 买了一个叫做 枪势洪峰茶叶 好了 到这间茶叶店 茶叶大公司 收了钱之后 突然之间 糊糊糊了 没有人摸盘 马上崩盘 一声 好像炒了 有些人炒了 有些股票都玩炒了 真的 炒了茶叶出事 炒出货来 现在焦了 血本无归 那些人就要求他回水 回水 我也想回水 谁回水给我 没有人可以回水 他又没有了 焦了 没有的 这些东西 也是那句 贪心 每个人有钱 我也打算去找 我经常说 瑞士山区老人费 这些东西会无端端炒得起 你也要想一下 環球经济 整个大环境经济 不会无端端 如果跟我说 珍珠奶茶那粒珍珠 那粒炒 我也笑了 大家有时候 这些东西都要明白 为什么 是的 有些茶叶是很值钱 拿去拍卖 那些是可以很高的 但是你也要看市场 市场不好 你拿去拍卖 你也不会拍得好价钱 市场很兴旺 在环球经济都非常蓬勃的时候 你拿出来自然就拍卖得高价 手松一点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都是一个贪 都是一个贪 好了 接着 这个就不贪 为什么 就说 有个内地男子近日坐高铁 想着转车的时候 想着打电话 打电话 忘记了把 庄有14万人民币现金的行李箱 遗留在高铁 哇 这位当事人说 他当时背着背包 拖了行李箱 下车 打算转车的时候 接电话 他突然间分心了 忘记了拿走行李 里面有这么多钱 大概20分钟后 糟了 我的行李箱钱呢 于是打电话给铁路客服 麻烦你帮忙 可以帮忙 可以帮人找找 有人拔走行李箱 竟然没有 幸好 他的行李箱在他附近的位置 行李箱上找到 很厉害 这也是代表质量高 人们不敢拿 谁知道里面是什么 一会儿的违禁品 你拿了去 被人查到 你就自己一身矮 这些便宜就不要贪 除非你天眼通 或者透视眼 一眼看到里面是什么 这些路边的东西 一会儿交给警察 一会儿就没动 等工作人员发现他最好 另外 在内地航空出现了 是不是有些歧视事件 什么事呢 近日有位内地女子投诉 在上海浦东机场 坐吉祥航班 去日本的时候 工作人员跟他一起迟到的 另一名外籍旅客上飞机 叫他留在机场 就是这样的 他又不能优先上飞机 别人就优先上飞机 为什么呢 为什么就是偏袒外籍乘客 意思就是他本来迟到 另一名外籍乘客迟到 但是外籍乘客 让工作人员先招呼他上飞机 他自己狠狠地站在那里 大家都在一起迟到 为什么他 外国人又不一样 所以他又发脾气 投诉 是不是奇事 当然 吉祥航空回应 等机过程中 因为工作人员失误 导致旅客行程受影响的事件 公司立即和涉事的旅客沟通 更加向其提供住宿 改机票等这些补偿事宜 这样 这样 保险就行了 别吵了 乖了 不好意思 怎么办 另外 也看看 根据深圳卫视报道 由昨天开始 深圳将会事行离境退税 即买即退便利措施 即境外旅客 在深圳试点商店买了商品之后 就拿了这个发票 和这个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申请单 你就可以领取人民币现金支付 退实 即是可以退税 这样 因为说到深圳现在整个首批离境退税 即买即退 包括在罗湖万丈城 有些LB 菲得鸡毛 那些 何国籍知名品牌 那就行了 说到即买即退 是需要境外消费者 消费后17天内离境 这代表吸引客 其实在日本或其他地方也是 立即退税 有位来自白俄罗斯人士 立即试试了这个政策 他说他买了16000元的包包 立即收到1400元的退税 很方便 也说到可以上限11万人民币 同一个试点 他说到服务香港同胞的消费需求 这样吗 那会不会反过逆向呢 应该不会 你看回率 这件事 香港很多东西都变税 傻的 其实是你这样想的 你在香港买要打税的东西 通常都是外国盡口 这些可能在香港都可以买 你买一些 可能是国内品牌的东西 本身也比香港便宜 很便宜 金额也很低 所以会不会再吸引大批港人上去掃货呢 我想可能有一些商品会 那些大型超市那些 或者可能会 不过不知道大型超市有没有 可能没有 因为现在仍然有试点 如果是的话 香港人可以展示那种购物狂的威力 如何扫平别人的东西 今集时间说到这里 下次再说 拜拜